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或泰国站最佳女演员 除了这个 还有三部新剧即将上线 最近 网络上被著名影星迪丽热巴荣获 WebV泰国站最佳女演员的消息 纷纷给刷屏了吧 这个奖项也说明她的优秀表演和精湛的演技 不仅得到了国内认可 现在对于国外也有着不可阻碍的影响力 也顺势打通了国外的市场 这么高兴庆祝的消息 粉丝也都发文庆祝了 此刻你是不是仍然在欢呼呢 说到这个WebV泰国站 最佳女演员可能有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 并不是很了解甚至还没听说过 首先WebV是由企鹅专位智能电视和电视盒子 而开发的一款电视节目点播软件 这相当于是海外版的企鹅视频播放器 从而也是对外输出文化的重要渠道 而且这已经不是迪利热巴第一次获得海外荣誉了 除了这个以外就在2021年11月5日举办的第17届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开幕是继今天时奖 颁奖典礼上掌歌行也是获得了2021年中美电视节 年度今天时奖电视剧 由此本人也是获得了年度优秀青年演员奖 2021年9月的时候在第16届首尔国际电视节上 也是有迪利热巴长歌行获得优秀电视剧提名 凭借该剧女主角获得了首尔电视节最佳女主角提名 这个含金量不是一般高 在41个国家239部作品中脱颖而出 这也是迪利热巴唯一一次入围中国女演员 现在看来迪利热巴的剧 不但被推向了世界不同地区 所演的角色也是深深受着不同国家的喜欢 正如他粉丝所说 世间美好的词语给他都不为过 因为他值得世间所有美好事物 接下来迪利热巴还有三部新剧 也是即将上线了与君出相识 安乐船、日月 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就一起期待着吧 一起坐在电视剧上 一起分享看完的感受吧 迪利热巴也是有那么多剧了 哪个角色或者哪个电视剧是你喜欢的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